吃這個好 吃這個好 不要過生日用這種蛋糕 可惜現在年輕人不願意用這個 為什麼用年種蛋 雞蛋比較稀嫩 比較好吃 什麼都不用加 就是糖 蛋 麵粉 三種 這個才是鹽味的 你怎麼會做這麼多好吃的 手太厲害了 手藝太好了 像有這個天賦 這裡買這個乾奶粥 這個是我婆婆買的 很久了 金蛋以前是一斤糖 現在的人不喜歡吃甜 現在八兩 那天有一個人來說 他不要那麼甜 給他蒸了五兩 五兩蒸起來 哇好看 這個要攪什麼程度 這個要攪三十多分鐘 那手磚了 沒事啦 我們都打習慣了 打到這個蛋變白色 夫妻交換了 現在有那個機器 很多都用機器打 機器很快 就是蒸起來那個蛋糕 比較粗 沒有這麼細嫩 我最多一天做 兩三百斤 那個蛋嗎 蛋要過年的時候 還有正業食物 連到頭去那兩次 車子門口都是 就是實體樣一直保存著 到這邊來拿 過粒出去 要細一點 對 還是會一頭一頭的 長起來就變大很多 雞蛋是沒有養公雞的 都是母雞啦 如果吃素的人 這個也可以吃的 這個沒有公雞 配種的 這個沒殺生的 我們這一些 我們主要就是 大部分都是做那個素的 和上泥菇就可以吃 不要吃的都是 不殺生 一個多少錢 大了一個一百 小了一個二十五 主要關鍵就是這個火 這個火燒好 這個蛋糕就發得好 你前面做的再怎麼樣 不用 我們這個蛋糕 在我們這個地方 上百年了 我奶奶如果在的話 現在也是上百歲了 他那時候 小時候就有啦 不知道有幾百年 我們這個村莊 大部分都會 就是現在都 住了新房子 不像以前老房子 有照 有蒸籠 現在不想做 想吃就是買 做的人就少啦 我們這蛋糕是幹嘛用的 可以當早餐啊 可以泡菜 做年做節 都是用那個拜拜 結婚生子啊 蒸起來送 一些親戚朋友 這個就是現在的蛋糕 我們閩南以前的蛋糕 就是用這個蛋糕 對 一斤蛋就可以蒸兩三斤的蛋糕了 這個蛋四斤的 然後總重量應該有十五斤左右 哇 酸細 對 這紅色是可以吃的 可以可以 紅色的概要粒好看多了 對呀 很有彈性 要拜拜的還要插一朵花 真正的中國的蛋糕 蛋的香味很濃郁 拿個試吃一下 摸起來鬆鬆的 這個紙子也吃掉就好了 這樣摸起來好鬆啊 很有彈性 按下去自己嚐起來的 鬆鬆軟軟的 這家有點甜甜的 我個人而言就是甜度還可以 它這個蒸出來吃起來不上火 個人覺得還是蠻值得推薦的 不過很可惜 這種蛋糕是很少見的 現在店面上很少人賣這個東西 當早餐啊早點都不錯 好吃不上火 大家喜歡給我來試嘗一下 那我們這期視頻歡迎到這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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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